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有一些天花乱坠的东西 迷糊着我们的双眼 冲刷着我们的金钱观 每个人身处这个世界 都会有不同的金钱观 有的人反感省钱 认为会花钱才会赚钱 有的人反对存钱 认为钱存在银行也会贬值 有的人视财如命令色抠门 有的人财大气粗 挥金如土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每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也都不同 那么面对这离不开金钱的人生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金钱呢 一 省钱不可耻 格力董明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董明珠的儿子 为了坐一元钱的公交车多等半小时 两元的公交车虽然还有空调 但是同样的路长 没必要多花那一元钱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多一元钱的事 其实一元钱背后是一种习惯和美德 省钱并不可耻 挥霍才是最大的犯罪 如今时代 生活条件逐年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有点钱的爆发户开始显伴 为了彰显自身财富 开始过着灰金如土的日子 其实这种人越是高调 内心越是空虚 相反另外一部分越有钱的人越是低调 表面代替不了内在 也许喜欢浪费的人不一定富有 可能是喜欢高调奢华刷存在感而已 也许节省不一定是穷 可能是理解生活更多一些 对于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人来说 如果饭馆多点几个菜 洗手多放点水 多开几盏灯 多开几次车 短期来看没有浪费多少 如果长期或者加大量级 每个人都这样做 那么这一点点的浪费 乘以中国14亿人口 那么这个数字 就是相当庞大的数据 反之如果每人节约一点点 节约的资源也相当可观 金钱也是一样 没有金钱的累积 哪来财富的诞生 在我小的时候 村里有一个现象 就是喜欢攀比 如果想做到省钱 那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那时候因为父母都很忙 没有时间买菜做饭 每天都是我自己上街买菜 上街的时候倒没什么 可上街回来 路过村口大妈家 那就尴尬了 只要买的菜稍微差了一点 大妈就会过来指指点点 就吃这样的菜啊 肉都没有买 你怎么不买好一点的菜啊 怎么这么省 听到大妈这样的言论 我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 仿佛一瞬间 我感到省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吃差了一点 都不好意思在村上活着 长大后我问自己 省钱真的可耻吗 答案是否定的 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 这是我们上小学就学过的道理 当我们有钱的时候 也许不必考虑省钱这个问题 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多少钱的时候 省钱就是成长的第一步 因为省钱 我们才能完成最初的积累 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假如我们每天省十块钱 一个月就三百 一年就三千六百块钱 这省下来的钱 完全可以用来干一些其他的事 当我们遇到机会的时候 身边有钱才有更多的可能 省钱不可耻 省钱是为了能存钱 是为了迎接一个更好的自己 二 存钱很光荣 手中有寥 心中不慌 一个人开始步入家庭 就会懂得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样样都离不开钱 看似都是小钱 可一个月下来 东一笔西一笔 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 有多少钱花多少钱 吃了这一餐 不管下一餐 奉行所谓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 学会存钱 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兜底 为全家筑起一道抵御风险的防火墙 前不久 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一个九零后女孩 工作两年 基本达成了存款十万的小目标 因为家里穷 女孩什么都只能靠自己 她只能一点一滴地 把钱抠出来 她从网上淘了一个小豆浆鸡 一百多元 搭配上从超市采购的各种豆类 早餐就解决了 中午在公司吃 节省了不少钱 晚上 她会吃一碗七元的兰州拉面 或是一碗九元的油泼面 有的时候 选择自己蒸饭 搭配一些小菜 一顿饭的成本 也控制在五元以内 偶尔也会下个面条 一包七元的面条 够吃七次 每次随机加上鸡蛋 金菜火腿 算下来 一碗面不到两元 生活上 她节水节电 日常洗手洗脸的水 用来冲厕所 洗衣服的水 用来拖地 穿着上 基本都在网上买 偶尔也会趁着店里 特价处理 买一些适合的服装鞋子 两年的时间 女孩欣喜地发现 自己居然攒够了 人生第一个十万 有人就问了 这种省钱方式 会不会太辛苦 女孩很坚定地说 省钱的过程并不痛苦 因为她有一个目标 她要尽快攒够 一套老家房子的首付 按她这样下去 攒个首付 真的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事了 省到钱就能存到钱 存到钱才能办大事 何乐而不为 存钱很光荣 存下的不仅是钱 还有未来的一份希望 朋友的姐姐 嫁了个修理厂的工人 姐夫比姐姐大六岁 很是体贴顾家 俩人都在一家车行打工 租住在附近的一户居民楼里 日子过得小心谨慎 此前 姐夫专门修车 每个月的工资都在五千元左右 而今年则被调换到销售部 工资待遇靠底薪加提倡 如果一个月一辆车也没有卖出去 就是一千多元的底薪而已 姐姐则是一名修车顾问 修车订单都得靠一个一个去联系 去维护 两人已经在那家车行工作了十来年 算是个老员工了 可毕竟市场竞争压力大 两人每天都在为拉客户而费尽心思 即便收入并不稳定也不高 但他们依旧坚持存钱 每个月的开支有着严格的控制 如此一来 两人终于买了一套小户型 还有了自己的宝宝 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 可因为每天都在赚钱存钱 也就有了一份稳稳的踏实感 生活对于谁来说 都不是一道可以轻松解答的难题 有的人选择一点点弄懂 找寻解答方法 就像朋友的姐姐和姐夫 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笔钱都来得太不容易 甚至都是靠着求人 而这些都不妨碍 他们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而如同蚂蚁搬家一般 把赚来的钱存起来 更体现出责任与担当 也许这一辈子也无法大富大贵 但至少人生还有退路 还有一份从容 这些都是有存款 才能获得的底绩 三 缺钱才可悲 这个世界一旦没有钱 我们将寸步难行 没有存到钱的人 一旦走到缺钱的地步 就能体会什么叫真正的痛苦 记得去年有一次 朋友说 他老婆的一个表弟问他借钱 说是要回家没有路非 回到家就马上还给他 当时表弟是问他借五百块钱 老婆也没多想 就借给了他 谁知道 后来这笔钱竟然石沉大海 再也没有了音讯 表弟也联系不上了 后来经过打听才得知 原来这个表弟已经变了 长期混一天算一天 吃了今天不管明天 年纪轻轻的 就没有一点长远打算 别说存钱 他现在就连班都不想上了 进而走上了坑人骗钱的地步了 这人一旦缺钱 后果真的太可怕了 他甚至会让一个人失去心智 走上一条难以回头的不归路 缺钱的人才可悲 没有钱的日子 我们都将寸步难行 回头想想 省钱的人真的不可耻 存钱的人真的很光荣 缺钱的人真的真的很可悲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